哈喽兄弟们,我是又风 油管的一个短片 Tikoto的一个短片 还有IG上面的一个短片的话 现在的话流量是越来越多 机会的话也非常非常的大 给大家介绍一个超级厉害的一个小工具 自动AI短片生成器 那有了它的话 你的YouTube频道的话 就可以完全自动化的运行 它能帮你制作非常有趣的一个短视频 不管是关于历史的恐怖的 励志的 睡前故事的等等 它可以制作的类型非常非常的多 只需要在它后台设置好时间 它就可以自动的发布到 你的一个油管的一个后台 你的Tikoto的一个后台 不用进行一个视频的编辑 也不用写脚本 那也不需要自己去生成图片和视频 可以轻松的管理多个账号 现在做的人还不多 还有很多机会 今天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 这个网站的名字就叫做自动短视频.ai 我点击右上角这个Signup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一个 Gmail邮箱登录一下 就在最底部 这个就是这个软件的一个后台 操作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 AI工具的话都不需要设计的太复杂 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左边这里有个创建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创建 然后这里你可以连接到你的一个Tikoto账号 连接到你的一个油管的一个账号 或者说用邮件通知你 如果说你要连接到你的一个油管账号的话 就需要升级它的一个付费的一个会员 连接好以后 当你的视频生成好以后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发到你的油管的一个频道 那我们适用的话我们先选择第一个 视频的内容的话我们这里要选一下 视频的内容的话非常多 有恐怖故事 励志故事 睡前故事 有意思的一些历史故事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事实 还有还有就是笑话 可以帮你讲笑话 还有一些深合哲学 深合哲理 还有关于心理学的 还有一个产品市场 最后还可以进行制定 你可以在这里直接给它一个提示 它也可以帮你生成对应的一个效果 今天我演示的话 我们选择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历史故事 我们来选择这个 Interesting Horsetory 我们选择它以后 然后下面的话可以选择你的一个声音类型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来视听一下这个声音 你可以选择一个选择 选择好 它里面目前的话只提供了这几种声音 声音选好以后的话 下面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视频的一个语言 它视频支持的语言非常多 英语 法语 德语 希腊语 印度语 还有日语 韩语等等 但是目前来说它还不支持中文 我相信应该在后面不久的未来的话 它应该会支持中文 由于我们做的是一个 在油管上面的话 我建议大家的话就做英文类的一个频道 或者说做一个印度语方面的一个频道 因为印度的话那边的流量也非常大 而且印度的人口众多 那印度的话也是非常有机会的 你可以选印度语 今天的话有风演示就用英语 选好以后的话 这里的话可以直接创建一个系列 点击一下它就可以了 这里点击创建以后的话 它会帮我们生成一个标题 一个描述 这里的话还有一个脚本 脚本这里的话 生成时间这里会有一个进度 一般免费版本的话可能需要排队 可能生成时间稍微久一点 可能需要几分钟 十分钟等等 今天视频的时候是早上 可能早上用的人比较少 速度的话已经30%了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 老外的产品的话 基本上都是一个收费的 适用的版本的话 我们只能生成一个系列 一个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 价格的话这里免费版本的话 只能创建一个视频 一个系列 你可以编辑预览视频 那这里的话也不能下载视频 那上面的 那还会有水印 那也没有背景音乐 也不能高清 那它的一个最低的一个付费的话 那就是一个19美元一个月 我们来看一下 19美元一个月的话 你每周的话可以发布三个视频 你视频创建以后的话 它可以全自动的发到你的一个油管账号里面去 我们刚才那里可以连接到我们的油管这里 它就可以直接发进去 可以创建一个系列 那如果说你想创建多个系列 你可以点击这个加号 两个系列 三个系列 那每个系列的话 它会稍微贵一点 它后面的唯一一个区别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发布的时间 那39的话 你每天的话 它可以进行一个全自动的发布 649的话 就是每天可以发布两个视频 那其他的下面都可以编辑视频预览 可以自动发布到我们的一个频道 可以高清的一个像素 还有一个可以加背景 因为没有水印 还可以下载一个视频 大家的话可以先试用一下 试用好以后觉得可以 介绍的所有工具 只是想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大家有必要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如果你没有必要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生成 偷懒的朋友的话 可以选择这种AI工具 那稍微简单一点 制作好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地方一个view 那我们可以查看 它这里有个生成的一个进度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我们生成了好的一个视频 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预览一下 效果的话还是可以 字幕的话它已经帮我们配上好了 里面的场景的话也帮我们配上好了 那我们可以直接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了 发布到我们的油管视频就可以了 那由于是免费版本的话 它这里的话不提供一个下载 那想要下载的话 可以升级它的一个付费的一个会员 那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它这个视频 你觉得它这个视频质量可以 那你可以直接 如果你觉得不可以 你可以在这边的话 稍微修改它一下里面的内容 那你后面可以改一下 改了以后的话 你这里点击一个更新 那更新以后的话 它这个视频的话 又会重新进行一个生成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们刚才又生成了一个视频 可以看到第一针的话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封面图 它直接帮我们的一个封面图就做好了 这个的话可以当做我们的一个tiktok的一个封面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还是可以 相关的场景 脚本的话都配得非常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直接发布到我们的油管的一个账号 那发布到油管账号的话 我们需要有一个 我们点击这个创建 然后这里选择一个上传 上传的之前的话 我们需要有一个标题 那需要有一个标签 还需要一个描述 它这里的话 已经帮我们生成了一个标题 如果这个标题 那你不喜欢 那么可以交给AI 来帮我们重写一下标题 可以多选择一些标题 还有标签的话 它也没有帮我们生成 封面图的话 我们也可以来继续来生成一下 我们用到的工具的话 就是一个gpt 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标题描述还有标签 这个事情我们交给 可以交给我们的AI来做 我说gpt 你现在是一名拥有五年经验的 一个YouTube TikTok运营专家 请根据我以下的主题的话 帮我生成五个相关的一个热门标题 描述标签 以及对应的五张封面图 封面图的比例是9比16 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标题 我复制一下它 回到我们复制一下我们这个标题 把我们的标题粘贴进来 还有我们下面 它帮我们生成好的 还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些 简单的一个描述复制一下 发送给它 这个时候的话它就会帮我们生成 标题描述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效果 我用到的GPT 我用到的一个GPT的一个版本的话 是GPT4 GPT4的话 它比GPT3.5到生成出来的效果的话 会好很多 而且GPT4它可以直接帮我们生成一个图片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它生成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效果 这里的话标题的话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 我们看一下奇异的同盟 城堡伊特战役的一个独特历史 解码城堡伊特一场史无前例的一个战斗 还有一个城堡伊特战役背后的英雄故事 下面的话是他们写的一个描述 下面对应的标签的话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 那我们来搜索一下比如说城堡伊特战役 我们来搜索一下它 首先的话我伊特战役我们来搜索一下它的一个流量 我们怎么搜索 首先我们需要用英文来搜索 打开这个伊特战役 然后我们在第一EPL里面进行一个搜索 复制一下它 我们来到我们的VIDIQ 来查询一下它的一个标题的一个搜索量 我们直接可以用你的Gmail邮箱直接登录就可以了 油管的一个插件它可以帮我们分析 那油管上面的一些数据关键词的一些搜索量等等 那进入VIDIQ以后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关键词 这个地方我们点一下它 这的话帮我们要查询的一个关键词的话 进来查询一下搜索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词的一个搜索量的话 搜索量中等 那竞争程度的话也是一个中等 而搜索量竞争程度它越往这边绿色靠近的话 那说明的话竞争程度越低 那可能我们获得如果我们是一个新品的 我们获得一个流量的机会越大 那这个战役的话还是有人搜索 而且搜索量虽然不多 但是如果我们多发布一些相关的一些历史短视频 那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更多的一个流量 那我们可以直接来用这个标题 那右边的话 它也帮我们给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关键词 那我们也可以来复制它右边的一些关键词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再点一下它 它又会帮我们分析对应的一个关键词 那它的一个搜索量还有一个竞争程度 如果说这个竞争不是很大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 另外的话 如果你在你的一个电脑上安装到这个AIRPM这个插件 也可以在你的电脑上安装这个AIRPM这个插件 它里面有类置了非常多的提示语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来调用里面的提示语 帮我们来写标题描述 那我演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的话可以搜索一个 我这里可以搜索一个TikTog 那里面它有比如说 第一个油管 Instagram TikTog Video的一个脚本生成器 它可以直接帮我们生成脚本 这个的话 它这里有个这个 它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标题 标签等等 我们来用 那试一下 把我们主题同样复制过来 把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个Eater战役这个主题 那复制一下它 把它粘贴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输出的话 我们可以选中文 如果你做中文选中文 那因为我们今天做英文 我们直接选择一个英文 那我发送给它 这个时候 GPT的话 它就会根据我们这个主题 它就可以帮我们生成出对应的一些标题 描述的话 这里是TikTog的 上面的话是我们的IG 也就是我们Instagram上面的 那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的话 直接复制下来 然后就可以当做你的一个标题 写的非常非常的好 这里的话 连这种Hush的一个标签的话 它也都帮我们生成好了 关联的非常多 这个标签的话也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油管上面的一个标签 这里的话也已经帮我们写好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直接复制进我们的标题 描述 还有标签里面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的简单 这里的话 GPT它说 没办法我帮我们生成这个图像 因为这设计的历史冲突 或一个战争的一个场面 这不符合它的一个内容政策 那GPT的话 它这里既然生成不了 那非常的遗憾 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的话 来帮我们生成一个封面图 那如果你做的是一种横平的一种视频 如果你自己去设计 你可能还需要懂PS 你还需要构图 那如果你用Mijerly的话 用Mijerly它也可以帮我们生成封面图 那这个它比Mijerly好处就在于它是经过训练后的一个模型 它学习到油管上 哪些封面图的点距离高 它会抓住中间的一些要点 来帮我们生成一个封面图 那我们来试一下 有了这个工具的话 可以大大的话 帮我们节省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时间 那感兴趣的小伙伴的话 可以来研究一下这个 最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用AI生成的一个短视频 今天的话有风用到了几个工具 希望对你在制作视频的时候有所帮助有所启发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 本期用到的所有的链接的话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打开链接 先去了解去学习一下 那有了工具的话 它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 节省非常多的一个时间